大家好,我是华老师 今天,华老师要给大家读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感恩杰 这本书有两位作者 他们是proyo和庆华 我是第二位作者 这本书的绘图者是斯敏亮 他也是豆妈妈 小朋友们,在这本书的封面上 你看到了什么呢? 华老师看到了好多和秋天有关的东西 我也看到了非常快乐的一家人 我看到了爸爸 我看到了妈妈 我看到了一个姐姐 我也看到了一个弟弟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这一家人在感恩杰做什么吧 感恩杰是秋天的节日 秋天来了 家门口的树叶变颜色了 有红色的,有红色的,黄色的,橙色的,还有棕色的 漂亮几了 感恩杰快到了 在感恩节这天 你会和家人做什么呢? 在这个故事呢? 在这个故事里,华老师看到 弟弟和妈妈他们拿着打扫房子的东西 然后我又看到 姐姐和爸爸手里拿着装饰房子的东西 所以他们在做什么呢? 感恩节这天 我和家人们一起打扫房子 一起装饰房子 嗯,爸爸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做什么呢? 爸爸在厨房,忙着做南瓜派 这是南瓜派哦 妈妈在厨房忙着烤火鸡 火鸡 我在房间里用叶子做手工 我做了一个火鸡盘子 我非常喜欢我的姐姐 姐姐给我讲感恩节的故事 感恩节是我们表达感谢的节日 我们感谢秋天的丰收 也感谢帮助我们的人们 你看,这个故事里讲的就是 感恩节是怎么来的哦 秋天的丰收 我看到有好多农作物 有南瓜,苹果,葡萄,玉米 这是帮助我们 妈妈在帮助一个宝宝 你的妈妈是不是也常常帮助你呢?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你的妈妈呢? 感恩节的晚餐好丰富哦 爸爸妈妈做了烤火鸡 土豆泥 烤四季豆 南瓜派 苹果派 红梅酱 还有玉米面包 小朋友们 感恩节的晚上 你会和家人吃哪些好吃的东西呢? 请你记下来 分享给华老师 吃饭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表达了感谢 你感谢什么呢?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你感恩什么呢? 感恩 也就是感谢的意思 我们来看看 在故事里 这四位家人 他们在感谢什么 他们在感恩什么 爸爸说 我感谢秋天 有晴朗的天气 姐姐说 我感谢我的朋友 妈妈说 我感谢我的家人 我说 我感谢 姐姐给我讲故事 小朋友们 你们会感谢什么呀? 华老师想 嗯 我感谢什么呢? 我感谢我的家人 我感谢我的朋友 我感谢小朋友们 愿意听华老师讲故事 我们一起分享快乐 分享故事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你喜欢这个感恩节的故事吗? 现在请你去想一想 你感恩节会做什么了 再见 再见